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零 之前都有遇過過我會帶一支卷髮器來美國 從上一條影片都可以看到 那個卷髮器有多麼輕和多麼省位 而我由最短頭髮流到現在這個長度 一直都有用很多不同的電髮棒去做頭髮 直髮棒有用過 卷髮棒有用過 但這一支棒令我覺得最最最神奇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本來以為新的卷髮棒能夠360度轉的電線位 已經是很user friendly 誰知道這個電髮棒是可以無線的 用一般Android的USB線去充電 它就可以無線的用20分鐘 所以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寒妹可以在廁所捲頭髮 不單因為這支可以很輕放進袋子 還因為他們帶出去不需要找插頭位去捲頭髮 即是說坐車也可以捲 去廁所也可以捲 什麼時候也可以捲 那我現在就馬上試一下用這支棒去設定我平時的頭髮 在開始之前 因為流海部分是最後才處理的 所以我們就用個卷捲著它 一般來說我都是喜歡那個髮尾是內卷的髮型 但就不是C字型那種好像菇那種 我是喜歡燦爛的維產裡面韓孝珠那種 有兩層卷的髮型 所以我首先就要把兩邊的髮尾向內卷 再在中間調轉做一粒 頭頂的部分不想按貼 當然要記得弄一弄鬆它 所以我都會找個捲髮器放在裡面捲一捲它 最後去到流海 我現在的流海是處於這個長出來的尷尬期 我是打算留長它 所以最近多數都是中分然後夾起它 如果有時間的話都會電一下它 我就會把它向內捲一捲 讓它自然捲進去就完成了 現在看到的頭髮就是我大致弄完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自己還不是說很熟用這件東西的 所以也不是說超級彎 但起碼可以很整齊地弄出來 本身其實我覺得這支東西的缺點 就是如果你要充完電才能用到 那你有時候很趕著出門 但你發現你忘了充電 那怎麼辦呢 但是因為現在新一代的這支捲髮器 是可以充著電用的 所以連這個缺點都改善了 我就覺得這支東西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話 一定會帶它出去 因為它是非常省位 我試過是可以帶上機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 因為你電的問題帶不了上機 那這次很短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